大家好 我是柯美瓶月的主持人 陳玉琳 我去過天堂 然後大福祉女士大陸去看過 我今天想的是我們三個面相來深屬這個地方 就是舊性別的面相來講 其實是日志時期到日本去受醫學教育回來的 呂醫師的第四位 我想大家對蔡阿信醫師非常有印象 她是第一位 陳玉琳是第四位 家族裡面因為她嫁給謝醫師 然後謝家是一個外科的家族 她身為一個日志時期的女醫師 在性別上其實有她的代表的意義 可是在那個年代的女醫師除了蔡阿信以外 其他的醫師的故事好像很少被提及 然後大家也只提到謝家的外科的歷史 然後很少去提婦產科的歷史 那可是這百年來 台灣的婦女歷經不同的接生者 不同的醫療的體系 從日志時期新市產國的訓練 然後到後來佛民政府時期 延續產國的駐產師的訓練 可是到後來到醫師接手了婦人的生產 然後到現在大部分的生產進到醫療院所去 所以我覺得這間建築 其實如果能夠把女醫師在那個年代 然後經歷接生者的轉換 然後婦女的生產的改變 那就性別上其實有她很重大的意義 那就醫學來講其實經過這樣子不同的 接生者典範的轉移 接生技術的改變 我覺得這個地方也可以帶給我們很多的 這一百年來這些醫學技術的轉變 跟接生者的轉變 那在歷史跟文化上的醫療 我想各位也都非常清楚 所以我今天特別來爭取一下這個顧客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在三年前 也重新建立了台北唯一一間的資產所 想再把駐產師帶回婦女的生產的現場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再幫女生長爭取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陳醫師 那那個十二群人跟女建設有沒有 這邊花幾分鐘的時間 再對吳升航做一個那個報告 那我覺得今天剛好前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都是我們的案子 那我覺得這兩個案子的意義都跟女權有關係 我們前一個案子是慰安婦阿嬤的案子 那這個是由陳確醫師在1941年所創立的一個醫院 那其實這一間醫院的意料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這是我們從現場的垃圾堆裡面找出來的 這個原始的大十二間開密 那這一邊三樓是後期在建的 那其實整棟建築物是在80年代的時候拿過一次 但是整個這一部外貿其實也都是存在的 那在剛剛人文歷史的部分 大概在當時從大高城最早的高婦產人科醫院開始 也有日本人開了很多醫院 但是陳確開的這家醫院是唯一一家有女醫師開設的醫院 那這一個部分是上面這兩張照片 可以看到其實它的外貿只有這個沿平北路二段 這邊齊樓做一個外托醫管 其實跟原來的外貿都是一樣 那陳確醫師他本身是大道成人 那他的父親在燕平北路經營商店 那陳確醫師在1941年開業的時候 他當時其實還沒有結合 是有日回來 那最重要是醫院的格局 這邊我們經過跟高城醫師一起把這個空間做了一個確認 那事實上他的內部除了在70年代 他有做過一些裝修 可是這些裝修是堆結在1941年的這個基礎上 所以天花板的第二層其實就是1941年的天花板 那樓板也全部是大木構造 所以這邊的格局其實完全的被封存 大概30年了 這是二樓層的這個 那這是醫院的現況 那就剛才師父剛報告過 這些有一些是在70年代的裝修過 可是在這個裡面包括一個柱子裡面 是1941年的柱子 他只是貼了玻利塔塞的商學 那這個是二樓 那這個二樓這個手術房 我們每次都說 1949年以前他老師就在這邊出生 也就在無聲堂也 其實八道城大概50歲以上 很多人都在這邊出生 但是那時候每次都在這邊出生的一台家庭都非常 那這個是三樓 三樓的這個一個兒房跟這個回故事 都完成了被保存下來 那這是後面的這個 在80年的時候就做了一次啦 而且是用當時跟國務紀念的房子 紅槓端 其實那個紅槓端 在現在看起來有點 但當時是最昂貴的這個建築的面菜 那這個是細部 這一些樓梯也都完整保存了 那門窗還有玻璃都非常的精緻漂亮 那這個是樓板 樓板這是剛好有一起床開口看到的 其實所有的大幕構架全部都有完整的保存下來 那這邊是出家的附近 住家的林階的這個住家 那這個部分是比較戰後的一個裝修的合遣 所以大概整個的那個 這個福生堂的保存價值大概有三個面向 第一個是歷史的轉折點 它剛好介於到台灣從藏國到這邊的這個 建政的這個過程 那第二個是很多人都在 剛好很多名人都在福生堂出身 包括我們的那個古基爾建築家 一些男老師 還有出生的歐蘭與福蘭先生 都在這邊出身 那另外一個是 我覺得是剛也有提到 就是女性的這個 從本島人 市民地到日本 女性到東京離職體學大學留學 然後再回來 從事這個女性 從事這個醫生的這個職業 當然我們會從很多資料裡面去了解到說 包括東京離職醫學大學連接到了 蔡阿信 然後許世賢等等的這一些 還有第三名高 因為他們都是第三名高畢業的 那甚至於後來跟杜聰明、蔡阿信 他們都是智商經濟會的一個運作的一個要講 那以上好不好 謝謝老師 那所有人的部分有沒有要再補充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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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老師這個案子有沒有老師要救教或者是提問的部分 那個主席我覺得 剛剛這跟這個不完全有關 可是我看到這個報告裡面寫得很詳細 有很多的診所 大部分是私人的 那我不知道我們自己的文化題或為什麼 其實應該針對台北在從過去到現在的這個醫療史 尤其是私人的部分應該有的真理 又有的展示 但是不曉得現在有沒有這樣的空間 或許我們也可以請一下 好 以上 好 那個謝謝郭老師 還會老師針對 馬潘老師 我一個看過 請大家補教 就是我們文章裡面 找到了女性產科 或女性產科醫院 然後女產科醫師 把名稱統一就好 以上建議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還沒有老師針對這個漢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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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我還是針對那個理由 理由 看一下那個第二年 第二年的 第二年的 剛剛陳醫師講的 陳雀 陳雀 本身是在日本留學回來 當年都是有結山婆鐵 而從這邊給我們改變 所以你這邊寫第二段寫 這個見證台灣醫療史的重要 這個講不出它的重點 所以我是講 這一段寫的 把陳雀的 稍微背景寫一下 他是大道臣 然後 他在日本留學 日本人學的這個 專科醫師的訓練 然後回到大臣 到大臣 到大臣開 你開什麼 然後 這個 也順便把背景 在當年 他是沒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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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寫的 稍微開寫一下 然後 這個 第三點 就是 這 第三點 你就寫了建築內部 這個 醫院的機能空間 這起來很奇怪 醫院的格局 這寫的 醫院的格局 包括 這個 然後 這個 醫院與住宅相連 這一段畫 把它改到後裙 把它改到後裙 然後 等 就先下來寫 建築內部 人工也需要 這個 然後 中日文書 這個 然後 再跟他講 這個 醫院跟住宅圍結 呈現代理 這個 這個 這樣看 第二段 可能要來掙斷一下 看看 把 醫院的資料也好 或者是 剛以前的資料也好 講的 都已經 能把它 進行 到 這 下面 謝謝 謝謝 薛老師 還沒有其他老師 這個案 要提問 或者是 有建議修改 思想 文字的部分 業務單位 有做一點修正和調整 那個 局長 我們有關於那個 就是指定的 就是理由的部分 我們是先整理完以後 我們再會後 我們再跟薛老師確認 然後再下一次會議的時候 宣讀確認 你有沒有先 老師 非常強 謝謝大家 還有沒有 老師 正對這個案子 要提出 詢問的事項 如果沒有 我們是不是 那個業務科 就 同步我們老師 來投票的時候 你們文字先 順論一下 如果可以在 會議結束前 這文字確認也很好 如果真的 沒辦法 就會後再請 薛老師 然後提到下一次 我們再出去 就麻煩老師 先來投票 一樣有兩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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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建築師做一個主單的說明報道 謝謝 各位委員還有各位專家學員大家好 我是黃曉耀建築師 那針對本次藝石建築三子後美金宿舍長生街13579768號的一個出戶在這個計畫做說明 那它是在整個美金建築的比較偏北的位置 那它是一個美金當時留下來使用的那整個地號來講呢 那整個地號來講呢 它是466跟468這兩筆地號的一個使用範圍 那 那 針對使用的這個就是整個它是6號8號1號3號5號7號9號11號 所以總共有4棟建築物8戶的一個使用範圍的一個申請 那整個歷史文化發展而言呢 它最主要是 整個是屬於美金建築的一個部分 那剛剛講到全部ABCDFG 它是屬於這個最北區的一個很小的一個部分 那它這個建築的形式跟樣貌呢 它就是雙拼的形式 那是像空心磚牆 隔間 行目隔間 那屋架屋頂 還有水泥網 那整個特色呢 有煙囪 還有相關的一些美式空間使用的一個意象 那現況而已呢 它目前大致使用都還可以 但因為在幾年前AIT特殊之後呢 還有一些使用 所以目前損壞狀況就是6號8號這一戶 損壞比較嚴重 那其他的這個7、9、9、11還有這個6號8號等等呢 都算還是這個狀況還算保存可以 也就是說沒有非常嚴重的一種損壞 那從它的文化資產而言呢 當然最主要它是承襲一個歷史這個忍戰式 從歷史中央文化忍戰的一種 一種精釋的發展的一個呈現 還有當然最主要 美式建築空間對文化堪養的一種呈現 當然最主要也可以呈現當時現在建築 修建築的一些概念 那整個發展的這個內容呢 大概我們有整一個表 把它分成它的這個狀況 以參作 那再來修復計畫 當然我們最主要是依照這個修復再利用計畫 就是說文資相關法規 進行相關的修復 以後續再利用使用 那修復原則我們也是依現況跟這個狀況去瞭解 它整個這個修復的破壞狀況 在以禮拜必要者使用 再利用的使用需求 去做相關的一個 大致上 因為它的這個 剛剛講到它的狀況都還算良好 所以說原則上以修復為主 以建築環保障 而沒有一些新建的一些設施跟設備在裡面 那再來就是再利用的評估 事意性評估 當然它整個這個 在它的建築力而言是符合相關的要求 那在一些相關的一些文化的測試 文資部分 我們也希望在六號八號的八號這個區域 做一個文資展示的空間 那其他的有關 相關的都按照像結構的消防的補強等等 都在這一次配合工程的進行做改善 那整個前期3D的樣貌就是這個樣子 前期大概這個四負